出来吧 出来吧 开饭了 吃饭了 来呀 大姐 来啦 小米儿 来来来 坐这儿 大姐吧 坐这儿 小米儿 坐这儿 大姐 你的炒鸡蛋太好了 小米儿 那炒黄瓜片 接下来二姐 我的炒木耳 炒鸡蛋炒黄瓜炒木耳 哎呀 我说二米啊 你还翻这儿炒啥呀 搁它一起炒 不就是一盆木须肉吗 对呀 你说那玩意儿 那炒一盘炒着多简单的 这炒多敞亮啊 哎 我的饭呢 大姐夫 你的主食 接操 哎呀嘛 哦 哦 庞大鸵啊 酱的 这不也冲上三着你吗 哎呦 我的妈呀 哎呦 哎呦 这妈呀 好好好 可以 真厉害啊 哎呀 这家伙 哦 哦 这个给你吃 好好好 哎 哎 二米啊 啊 你是不是有事儿求我们呀 没有 不会吧 不可能 自打我下降到你们家以后 你可从来没做过饭 你就是这么勤劲给我们仨做饭 只定是有事儿求我们 哎呀 老公 我没想说话就这么直呢 啥事儿不能含蓄点 哎 大姐 我就喜欢我大姐夫说话直 而且我大姐还没说过眼 他什么都能看出来 其实是这么回事儿 我有一个小学同学 从前我俩一块长大 对我特别好 然后呢 他这两天来城里找个工作 没劲儿住啊 我心里就让他在咱家凑个两天 你看看 你看看 就我看出来了吧 就我这智商 那我跟你说 这点事儿啊 急说呗 没事儿 让他来了坐我屋 正好是个爸 行 对呀 来就来吧 我不看你一副碗块了 好 可是那个 我得先跟你们说一下 他这人儿吧 说话有点直 直好了 说明人实在 你看你大姐夫 这心直口快的 多好 哎 一跳 我跟你说啊 执好 说明这个人简单 善良 对 对 大姐夫说太对了 这人就是太简单 太善良了 但是我得给你们提个醒 他这个直吧 跟我大姐夫那个直 是两股道 不能 都是一个道的 我们都是同道中的 好 我跟你说啊 二米亚 你这事儿办得不错 谁都有需要帮忙的时候 对吧 这时候你伸手帮忙一下 这是对的 二驴的 这事儿你干的一点都不驴 大姐夫给你点个赞 好 我跟你说啊 一会儿啊 这个二米的同学来了 都得热情 明白不 得给二米长脸 没办法 谢谢大姐夫 应该的 吃吧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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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别 有问题的二米家呀 二米家 二米家小错 这都多长时间没见了啊 想死我了 你一点都没变 求求把你碰着 好 太怀孕了 啥是不是剩 让我爸给你攒点背鸡蛋 好给你下奶 太怀孕了 咋子 没回忍得胖这样 肯定是男孩 要不然不能变这么磕身 那个 女孩 女孩行了吧 跟小叔一样 一开玩笑就生气了 那个 翠儿啊 我没胖 我就是瘦得不太明显 还不好意思了 那怀就怀呗 你有啥不好意思的呀 你说你要是怀孕了 你还不得像他似的 胖得像个骨子 你像什么 这骨谁呀 你说啥呢 这不是大姐 大骨 不是 什么谁大骨 大姐 我那意思就是 你的身体好 你可不能再吃了 再吃你就爆炸了 这个 这个你忘了吗 那个这是我小妹妹 小米面 长多漂亮啊 小米 对对对 小米我有眼相 那小是我长的 那跟个虾毛米似的 什么呀 你也真的 你怎么瞎的 你们长大了 变这么漂亮 这算哪说理解 你说 你不说话 对不起啊 你好 这是我大姐夫 你好你好 大姐夫 欢迎你啊 这几个女的当中 属你最漂亮 要毛发重了点 那我是男的 肯定毛发重嘛 对呀 大姐夫 不会说话了 其实我夸人吧 就会这一句 夸我儿子也就这一句 咱俩说话 你可疑我听吗 大姐夫 对不起啊 那个她有点直 没事没事 我们都是一个道呢 但是我发现 她道方比我深 是不是 小米 我才反映过来 大姐和大姐夫 她俩是两口子 在一个老人故意说的那句话 好白菜都用猪给拱了 我出去干点事儿去我 大姐 大姐 干啥去 还干啥干啥去 这不是来客人了吗 晚上做猪肉炖白菜 我上超市 我们俩盒白菜去 别走 我再问你 你别拉我 我在这儿呢 你是干啥的 我是物业 对 那个我大姐夫她是物业 特别优秀 不要说话 物业我知道 就是小区门口看大门的嘛 也有看大门的 对吧 对对对 我们村只有好狗 才能看大门啊 你跟大姐夫 你再不去 大姐问我 对不起 没事没事 我知道她夸我呢 她夸我是条好狗 好事 好事 我跟你说二女啊 好啊 她在咱们家住了两天呀 你可一直要跟着她 明白不 为啥呀 我觉得她生活不能自理 好 另外我跟你说 我们俩不是一个道了 从现在开始 我们俩分道扬镳 大姐夫 你看 二女 二女 看好 来 我觉得大姐夫这人可真好 大家把我夸去 你怎么都没人这么夸着我 你从哪儿啊 看着人家刮你呢 从她的表情和她一转身的态度啊 哎哟 我听嘛 小米呢 小米 哈哈哈哈 看不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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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瞎呀 我看不见你了 小米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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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小米烈啊 你这时候来干啥了呀 我找你来了 找我干啥呀 找你有事了 啥事 这小谁呀 哎呀这小是头型 像泡河湖的 头型整次亮 像牛犊子舔是不是 哈哈哈哈哈哈 你谁呀 行了行了 那个我介绍一下 你别瞎说话 行不行啊 这是我们邻居王小倩 这是我同学 小翠儿 按备份你也叫姑娘啊 你好 美好 美好不好 不好拉倒 你是不是可了呀 你别说话 对不起啊对不起 坐着坐着 给你倒杯水 你到底有啥事找我 小米烈 是这样回事 你不是一直想当演员吗 我偷演员 给你找了一个大导演 要拍一部电影 我把你资料给他看了 相忠你了 让你当女一号 真的啊 那正好咱快点走吧 找啥呀 找啥呀 导演马上就到了 上咱家来吃戏了 上家了呀 你妈还走不了了 你说这啥 那我得倒水一下子 是不是啊 我先去 我告你啊 我姐的同学 我吓人啊 你的原本 这是我没告你啊 二姑 哎 哎 你干啥呢 坐下 没事没事啊 二姑 嗯 小米烈不是一直想当演员吗 嗯 这次机会 对她来说 可是人生的种子 嗯 不管她是谁 请你把她给我拴住咯 放心 这事交给二姑啊 那个翠儿啊 嗯 不行你除非溜达溜达去吧 我不爱逛街 你还不爱逛街 那一会儿人导演来了 咱千万别之声 行不 管好你那张嘴中吧 你还不了解我们 我不爱说话 哎 是不是小米烈是这样吗 是 你敢说 哎 導演 欢迎光临 欢迎光临 里边请 里边请 太好了 黄博 黄博 你好 是想签名啊 还是想要喝眼 别误会啊 我最烦的 我也要误会了啊 我只是长得像而已 自我介绍一下 我是十二城乡 营业公司的总裁兼导演 江小龙 最近我们公司准备抽拍一部大型电视剧 讲述的是香港豪门恩怨的爱恨情仇 故事的名字叫做士兵突出 最好 说那么老长 还事兵突出 你怎么要要不要突出呢 你谁呀 来来来来 我来我来我来 翠儿啊 这是什么人哪 我跟你说这是脱朋友过来的 我现在时间多么紧直的吗 已经开始按秒计算了 别生气 打你别生气 打什么人哪 打着了 按秒计算了 你得啥不计证了 你说车子还要喝几天 我跟你说 五天 我满一天 我们腰间完突出也不至于丧命啊 我说你是干啥的 你在这啪啪啪啪啪啪啪的 你某个大红队村子 你配几个大黄牙 你踩中的是故宫的风格吧 好好好好 啥意思 啥意思 你一个大红门配几百大黄球子 你长得好看 咋的 我咋的 你再看看你 腰粗腿短 大脑瓜的圆脸 小眼睛 爬鼻梁 窝骨嘴尬肥 翻了翻了 像鸡章的似的一个三炮 你四炮 你五炮 你六炮七炮八炮九炮 你大四炮 大丁喉 你是春丁喉 你想要去救 你谁呀 干啥呀 告辞 再见 这什么人呢 我求你了 给朋友点面子行不行 我给你朋友点面子行不行 我给你朋友点面子行不行 好好好 给我朋友点面子 你坐你坐你坐你 你消息你消息你消息 什么人呢 你就别当了神就行了 你坐坐 那个对不起导演失礼了 确实失礼了 你别说话了啊 我刚刚别说话了 那个小米儿啊 小米儿 快点出来吧 一会儿导演走了 来了 来了来了 小米儿快点来来来 呀 导演啊 导演来了 导演 你好 导演 你好 你好 小米儿是吧 那个我的时间呢 现在已经开始安 时间紧任务中 开始眼睹 导演 我今天为你准备的是一段 配乐施朗送 好 开心你的表演 好嘞 太好了 加油 这段老好了 这段 好 下面我为大家表演一段朗送 等 我在等待一个人 人没有来 怎么办呢 继续等 还继续等啊 导演的腰间盘突出的多严重 很重 这二剧行你演的就不对 你知道吗 你听我的 你得这么演啊 来 开始 我 再等一个人 人 没有来 你等我 他是谁啊 对 对 对 你考虑他第一招 你跟我做的 这还要当人真的 就躺着让等谁谁都不得来的 这家人还有人能管管他吗 我 我的时间去哪了去哪了 这不全被他给耗没了吗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导演 实在对不起对不起 你这样再给我一次机会 你再给我一次 小米啊 我跟你说 我看你也是挺用心的 我呢 就再给你一次机会 接下来呢 来 试试你的镜头版 我看 我看 你所要演绎的是 你被你最亲密的人 刺了一道 死亡戏 戏中的高潮 哎呀妈呀 那戏老重了 谢谢导演 我一定要好好表现 来吧 准备好 加油 开始 好 这怎么会是你 非常好 我们以前那么的要好 还记得五岁那年 你送我的那块橡皮吗 我到现在还留着 还有七岁那年 咱们俩手牵着手 走在上学的路上 再惨一点 还有十岁那年 哎 你死了怎么这么费劲 你可累了 你到底是谁呀 他到底是谁 你看 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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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了行了行了 行了行了行了 行了行了 行了行了 不要说他了啊 小米啊 我认为 我认为 你应该感谢 为啥呀 通过他和你的对比 我感觉你演得太好 是吧导演 就定你了 谢谢导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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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把钱交一下 五千 别误会 别误会啊 我们这部戏啊 投资是非常大的 投资在十个亿 现在差你们这五千 正好开机 我去哪里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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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虎啊 你是不是都虎啊 你输掉五千 就给五千 过来 过来 能不能不要那么大伙 甜甜甜甜 你这是在菜市场买菜的吗 你看啊 他是诚心演 你是诚心招演员 咱们就取个综 十多回来 那你说你能给多少钱 三十行不行 行 完了 给高了 你真行啊 我实话告诉你 你给我打车来花三十 你给我三十 你给我三十 小米啊 你做你的演员 春秋大梦去 我跟你说 你们这个家伙 我一分钟都待不了 不是 导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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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谷你瞅瞅他 二零三眼 二零三 瞅瞅他呀 十一的大电影 那都让他们搅和啊 二十秒 我脱老了 有人找了这么一个大导演呢 让他给搅和晃了 咋找啊 那个别着急 小米啊 解说解说别哭别着急 不行那五千块钱结给你掏 那个欠儿啊 你再给导演打个电话 二姑求你了 行不 打透了我说啥 你打过去吧 不行我跟他说 你嘴巴 你把他嘴给我补上 好好好好好好 你是干啥呀 你瞅瞅 七里包都烂了 那啥呢 抽鸡 这啥玩意啊 十二生肖 家政焦小龙 十二生肖 月嫂焦小龙 十二生肖 这都什么都监小龙呢 叫麦子 是啊 哎 还这 还这 还这一件身份证 这照片上 哎这都是一个人 哎 那这名不是一个名啊 这叫啥呀 你知道哦 焦小虎 焦小兔 焦小鼠 焦小鼠 哎呀妈呀 这不是十二生肖抽齐了吧 这不是 你给我找的大导演还是大骗子 我也不知道朋友介绍的呀 还怪我朋友呢 还说完小翠儿呢 要没有小翠儿 你今天是不是上到受骗了 可不是 那我今天是不是白侠给人家了 要非你这不是骗子 小翠儿姐 那啥 我谢谢你啊 谢谢 小翠姐 我那钱就让骗子给骗不好了 谢谢你啊 小翠姐 小翠姐 本来你演的也不好 小翠姐 这么的 我今天正式要求你 跟我住一个屋 那我今天就跟你们住一块 但是我在你们家呀 我也不能白吃白住 这么的 你们在家待着 我呀 就去咱们家超市 帮大姐卖卖货去 好 你等下 快点见 看我朋友多好 她只要帮咱大姐卖卖货 对不对 好 超市卖货 那不得干黄了我 我怎么办 他嘅 7 1 1 2 2 2 5 5 10